大家好,我是我爱阿猪阿子 今天是2022年2月18号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203期 今天我们继续讲熊岩投共这件事情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真相大白 原来公开投共60学生领袖的熊岩 与五毛乘坐人的学生同为教会卧底的张前进搞在一起 谢谢戈壁东的揭露及资料 弟兄姊妹们,我说了这段时间肯定就是骂熊岩的资料比较多 而且也会有更多的资料揭示出来 今天我就看到了一个资料,就是戈壁东 戈壁东是后来我在朝昌清到推特上看见 他以前是熊岩的竞选议员的助理 然后他就揭露了一份资料 当然他因为他不知道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嘛 可能他认识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他就提到了这个张前进 就是穆斯卧底张前进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看过的节目 你就知道张前进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是最早揭露出来的刘刚揭露出来的 搞民运的刘刚揭露出来的 穆斯卧底张前进 刘刚之所以写这篇文章 就是在2012年的12月份号 他写的是讲讲穆斯卧底张前进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由于我当时在政治论坛发表文章之后 就影响了刘刚揭露出来我们给你继续讲 继续讲这个前后的经过 如果你们看过以前的节目就知道张前进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卧底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务 他是王丹就是王丹的育友 然后当然你说熊岩也有育友 熊岩的育友就是那个赵长青 这个后来也信了耶稣也是基督徒 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卧底特务 当然赵长青也骂熊岩 过会儿我们给你看不着急 今天的资料比较多 所以说今天我做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 原来就是熊岩和张前进搞在一起 张前进住在熊岩家 过来我们可以看戈壁东的资料 戈壁东的资料当然很多 他也被后来他揭露熊岩头共 也收到逼派迫害差点烧到暗杀我 这心不得资料 然后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还有就是张前进是陈左仁的五毛陈左仁的学生 弟兄姊妹们陈左仁是非常重要的 归宿中派的一个东西 今天这份资料他之所以非常重要 基督教外是由于我们以前对熊岩的就是认识不是那么很清楚的时候不敢对他下结论 不敢对他说是基督教和谐共资计划的成员 他就是指导了什么呢 指导了就是熊岩给汪明中国民族的汪明暗暗暗暗暗暗就是思习成为基督徒啊 那个时候我才能确定熊岩真的是投空了 而这个里边呢 为什么能确定他呀 主要就来源于一份就是戈壁通的资料 戈壁通在大纪元 发表他一篇文章 以前你们看我以前做有关熊岩的资料 在84期85期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在84期或85期里面 就是就是做过的这个资料 做过的就是熊岩就是有关熊岩的就是汪明 你看大概是在八十几期的之前 你们去收我熊岩的关键字在我的所有的节目里边 收熊岩的关键字就知道 就是这个我说个就是郭鼻冬写的一篇文章 这就是我当时彻底的确认熊岩是中国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你看看就是汪明 他们异端的基督教想来改造工作 其实就是卧底啊 就是批所基督的羊皮 整个中国名字 批所基督的羊皮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叫有个叫陈 我昨天还想起他名字 是个女的好像是个长级人 过路我们也会看见 他的确也在骂熊岩 现在他们都要成为就是包括包括现在他们的党也 从也退党了 熊岩王明也退党了 就是那个熊岩也退他们的中国民主党啊 中国民主党 这是个特务窝子啊 特务窝子啊 是整个党就是就是是共产党建的 这是现在是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啊 郑成柱 熊岩 唐元什么的啊 这些不是基督徒的我不讨论 只要是基督徒都是特务 都是特务 当然也有上当受骗的不排除上当受骗的人 但是只要他们没有明白的时候 他们就是过沙灯做工啊 所以说这里就要感谢戈壁东 戈壁东呢 他以前我在推特上和他打过照面 因为就是 当时就是 呃 发现了这篇文章啊 我去给他确认一个是不是他写的 的确是他写的哈 跟他打个照面 后来我的推特被封了 后来他又说不要提到他啊 然后好像 我说你不要提到他 你就把我我封 封了嘛啊 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 我以前根本不了解这个人 不了解戈壁东这个人啊 戈壁东 由于这段时间呢 因为大家都在骂熊岩 我也看见了他的文章啊 比如说他写的熊岩事件 呃 背后很多重要的关机点 其实就是很明显嘛 就是他现在也是差点烧烧烧暗杀之后 他也在揭露熊岩 我就把我以前做的视频呢 都发在他这儿 他应该也看见了啊 因为看见了之后啊 他就 呃 因为他现在 他后来发生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没上推特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 郭比东呢 就 我 在我的视频下面呢 就来点赞 这个东郭视频呢 就是在我的早一期 就是说 呃 就是熊岩最开始说 要逐进美中友好 合作关系 我一定发展的是这些点赞 看见没有这个东郭视频 这个东哥 那就是哥比东啊 我看到他的视频的呃 他的长相啊 他 数数应该比我大 看样子应该一种60多岁的样子啊 数数多比较大 都是一些老同志 都是一些啊 数上的岁数的人才会关心六四这个事件 呃 然后我看到的后台的订阅 他也订阅了我的频道 最后我也订阅了呃 他的频道 我这次这个节目主要呃 我也是因为哥比东呢 哎 给他说一声谢谢啊 如果他没有他的这个资料啊 主要是这个资料 就是这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罗杉矶召开 各位朋友 是这篇文章 以前我的节目你们看过就明白 这篇文章是我最后确认 就是熊岩 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物 因为熊岩虽然也参加了强奸犯远志明的旧金庄共识 然后也知道财力被强奸他没有吭声呢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完全的确认 因为从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否归正宗派没有太大的联系 对吧 没有他他好像是独立的一致 主要是在民运这边好像有些独立的一致 比如说赵成青在前去年前年哈 他们就从中国就回到了就去了美国 我猜测这些都是共产党派的特务去帮助熊岩助选 帮助熊岩助选的 虽然赵成青在现在在骂熊岩 因为当然了 在熊岩暴露了 这些人就是一帮人会跟着暴露 迟早的事情 迟早的事情 不管他们现在骂不骂熊岩 比如像那个过会儿再讲 过会儿我在讲就是这些牧师的反应 这些基督徒的反应 那些五毛基督徒 这现在我说一个大概 就是五毛基督徒基本上没有骂熊岩 基本上没有骂熊岩 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党的任务 骂熊岩不是党的任务 所以五毛基督徒不会骂他的 这是说个影子 所以说当时我们没有发现这么一个关键的证据 现在戈壁东就抛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 就是目视卧底张前进和他住在一起 我在哪里看到的就是曹长青 虽然我看到戈壁东的文章 我也知道他的Google 应该是在这里 但是因为信息太多了 我也没办法一个一个的看完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熊岩的祝贤的助理 就是曹长青呢 因为郭壁东现在被这帮人全部屏蔽了 打压了而且还要暗杀他 所以说我想他现在应该明白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我想他在我的视频下面点赞的话 他应该会继续看我的节目 好像我看到之后他也是基督徒 如果他是基督徒以前不明白 基督徒最开始不明白 是容易被这些人迷惑 包括我一样 就开始我也希望熊岩能够回信转移 希望他站出来 我以前做一期节目叫做 希望熊岩监军站出来为神而战 当然我知道他不会为神而战 但是我要把话说完 就说我要说你要悔改 当然他们不会悔改 所以我后来就不再说你们要悔改了 所以说他应该是基督徒 他应该现在 我希望他呀就是在感谢他的同事 希望他继续看我的节目 然后看我更多的节目了解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因为做一个基督徒要传播真相 就是与邪灵争战 就是我们的对接 我们不是说在政治上面和这些对接 而我们是为靠神争战 这是圣灵和邪灵的一个较量 圣灵和邪灵的较量 如果我们的当然最终 就是耶稣基督要领 就是上帝会 但是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督徒 就是一生都会和邪灵争战 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 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任务 所以说戈壁东 就我是在曹长青 曹长青就揭露 就是他的竞选助理 曹长青人揭露 去年熊远在罗杉矶和中共投资 把酒言欢 然后我后来给你们看这篇文章 就是这篇文章 熊远叛变令我痛心忘焚 中共渗透令人称呼结舍 戈壁东16号就是前天的就是大家熊远刚投贡的时候 他写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有个关键的证据 我就你们自己看 因为信息太多了 我就不用 我就说些最关键的东西 就是我关心的关键东西 这个是熊远六四被捕后的童奸玉游 后来也来到美国的张前进牧师 张前进应该是根据以前的资料 就是刘刚的资料外 他应该是王丹的玉游 王丹的玉游 王丹的玉游 你看他就是郭比东 他现在不知道张前进牧师 张前进牧师是基督教和谐公知计划 他重要的人物就是我被我称之为 五如性的称之为五毛的乘坐人的学生 各位我们给你看啊 不要着急 今天说的可能比较多 张前进牧师其实是一篇好意 你看 他是张前进牧师住进了纽约熊远家给我打电话 一一载希望 与熊远能弥合兄弟关系 看到没有 这个看来就是哥比东他也是基督徒 弟兄姊妹们 我做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基督徒能够明白过了不要上当受骗 所以说我希望郭比东 或者你们听了我之前要告诉郭比东 他是定了我的节目 但是不见得他刚好看我的节目 希望我和熊迷补关系 你看没有 这个张前进他显然就是 显然张前进他到处吧 他一会儿在泰国 一会儿在中国 张前进是随意 随意进入中国的 一会儿在北京 所以说张前进是 教会卧底 特供牧师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他是比熊远更糟的暴露 所以说张前进肯定是为了熊远助选 而来到了美国 跟他住在一起 肯定住在一起 所以说张前进呢 就张前进去劝他 就是相反无关系 其实他就是为熊远做工 张前进肯定是特供 肯定是特供 弟兄姊妹们 这个以前都讲过了 关于张前进 在我爱阿珠阿兹文集 里面非常之多了 就是在我的下边里面 你们去把我爱阿珠阿兹文集里面打开 收张前进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小孩在闹哈 今天是多多的 是是Family的 所以说这两这几天呢 肯定我都用回时间做更多的节目 给弟兄姊妹们 揭露这个真相 因为这段时间的资料太多了 我看不过来 我就把关键的说出来 就是 好 在这里我就看到了 郭比东的这个资料 就看见了张前进 知道不 张前进肯定是党派过来的 和曹长青一样 都是党派过来的 帮助熊远的 这是毫无疑问 在这里 还有一个就是熊远拜访了中共在美国的最高特务投资 我特别想知道他是谁 因为地方只满满 你们知道 我做的研究都是公开资料 我没有任何的内部信息 没有任何的私下资料 而且私下资料 我几乎不用 我所有的资料都是来自于 大数据分析 来自于网络的公共信息 看到没有 这些东西都是公共的 没有人会告诉我 是告我侵权 这都是公共的信息 他们说出的话 被我引用 被我抽象出来 所以说 我特别想知道 如果有弟兄姊妹们 包括郭比东 他愿意说这个最高特务投资是谁 当然对我来说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他们的那个圈子 告不告诉我都无所谓 其实我有点想知道 我有点想知道 或者说 我希望他说出来 以前我们认为是 美国的最高特务是赵福山 因为赵福山也是在 是三次会的副主席 后来他在六四的时候就出来了 但是赵福山在前几年死了 前几年死了 所以应该不会是赵福山 因为当时我们就认为 赵福山就是六四出来 就是领到海外的教会特工卧底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好 然后郭比东在这又展现了一个 信息 这应该是和熊员和哥比东 哥比东已经是告诉了熊员 你们自己去看 哥比东告诉了熊员 不要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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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些其他的信息 当然我们也会看得出来 为什么哥比东会上当受骗呢 就是这个要为公益服务 这些都是带有一端的性质嘛 我希望就是哥比东 因为他看着他是基督徒 看着他是基督徒 如果是真的信耶稣的话 应该就是说明白了解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对我来说 他的文章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节目 你们要做出这些人 包括张前进 是特工卧底 包括我想郭比东 他自己他要认为张前进是特工卧底 他非常难以接受 其实在几年前我之后 哥比东在推特上见过面 当然他在那个时候 肯定也是不会相信我的 不会相信我的 但是现在那个时候我就说 熊眼是加入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其实为党工作嘛 当然他那个时候不会相信 后来他经历过这些事情呢 我想我现在再告诉他 张前进是特工卧底的话 我想他应该是有点信吧 如果还不信的话 那就看我的节目 然后我们就先看刘刚 刘刚是以前我也不知道张前进 因为他并不在基督徒论的发言 他是完全在从事这个 他们民运这个圈子里边去进行为党工作 这就你看嘛 这就好多年前了 十年前我在共舞台和独立评论上 图立评论过来我们可以看独立评论发言 我以前的资料还会有 你们会知道 这个张前进呢 就是刘刚出来揭露张前进 你看没有 请收回救济山共识 就是远志明 其实他们都暴露的 在远志明2008年就暴露了 都是远志明的 强奸犯远志明的开的救济山共识 收的开的一代人的建政大会 开的救济山共识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以前你看我就是当时的XYZ315 当时因为为了揭露一个离世事件呢 我刘刚刚以前我讲过刘刚刚写出这篇文章之后 我是让他要加上我的网名就是这个XYZ315XYZ就是未知的你们不知道315就是打假的打假的意思就是我主要就是我在揭露救济山共识之后给了刘刚的启发 你看给了很多的启发 陈茂先生对张前进记录 张前进是特工卧底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当然我们不只说是张前进是特工卧底早就说过了嘛 张卓仁 主要是我们再来看 说的陈卓仁 陈卓仁在三次神学人机讲学了 已经表明就是2019年就已经表明 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了 以前的节目就做过了 你看我的墓子 张前进墓师 他就是在看陈卓仁 看没有 他是陈卓仁的 你们自己看 作为陈卓仁的牧师的驻灵牧师 而且他也是在 是陈卓仁的学生 你们自己看 这些都讲过了 我现在要讲的是 讲到这个联系点 因为我说过 就是我们把重演定位基督教和谐共识情话的成员 主要就是戈壁东的这篇文章 中国民主党的这个汪名受洗 成为基督徒的这篇文章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找到 他和就是基督教和解控制计划的大部队 归正中派有什么关系 没有 和远之明有什么关系 没有 但是现在就出来了 现在他在为 就是戈壁东的最近的又一篇文章 就是说是张前进 住进了熊岩的家 知道吧 这就是有联系点了 知道吧 张前进是五毛陈卓仁 归正中派的大佬的学生 弟兄姊妹们 你现在关系没有 张前进是归正中大佬 陈卓仁的学生 五毛陈卓仁的学生 张前进 哦 就是陈卓仁呢 在2019年已经到三次神学院去讲学了 已经投供了 已经投供了 其实早就是 我说投供 其实早就会共产的合作 都一样 张前进也一样 熊岩一样 好 张前进又和熊岩 住在一起 为熊岩工作 那就是说 现在熊岩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大部队归正中派连在一起了 弟兄姊妹们 我现在再来讲一下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几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唐崇尔为首的归正中派 第二部分就是远之明为首的旧金湯共使 其实都是归正中派 第三部分就是傅西丘为首的 扶修也是归正中的 傅修为首的 第四部分就是杨建立为首的 杨建立主要是个民运的代表 我只是他是代表 并不是他控制民运 第四 第五一个就是以国内王仪为水的 专门搞家庭教会 第六部分就是任不没为首的 在网上做大外宣 搞宣传 第七部分就是以生命记堪为代表的 王仪军为代表的 这些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这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批着基督的羊皮来渗透美国 渗透教会 先是渗透教会 就是当然就批着基督的羊皮 然后就是渗透美国 控制美国政治 知道吗 就是雄言 就是他们控制美国政治的一个最大的表现 进而控制世界 弟兄姐妹 明白没有哈 所以戈壁动作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要感谢他哈 第一个他不但揭示了雄言 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和共产党的第二个他揭示了张前进和雄言一起合作 一进而联系上了陈座人 陈座人 就是归宗宗派的五毛陈座人 明白没有哈 好 然后这就是雄言归入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这个大部队归宗宗派里边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妹哈 好 现在终于合拢了 合拢了 证据链完整 证据链完整 好 弟兄姊妹 好 现在我们就接续 接续来分析就是网上是怎样骂雄言的 就是还有一些中国民主党的一些资料 有些人来去把雄言呢 评审发言的言我现在才知道了我们快速的过一遍有关中国民主党的 还有一个有关就是赵长青 还有一个那个叫陈什么的一个女的 我看快一点 因为今天也做的很多 其他部署了 我看完叫陈 对 还有个你看终于说出来了 这个是支持王怡的 你看有熊怡的人形啊 这些人都不会大规模的骂那个过了我们给你看 骂这是王怡的支持者 都是党的人 都是党的人 好叫做陈 什么呀 就是他们的副主席 我先不管我们先记住 对说一下吴建民啊这个也是和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重要人物的 傅希秋合作的啊傅希秋到现在还没有骂过成年熊颜呢 当然他在最早之前的 所骂过但是这次公开投控他没有骂因为这不是党的任务 骂熊颜不是党的任务 你看吴建民还装模作用的来骂熊颜但是 祈祷熊颜不是不辜负上帝还骂什么都已经判变了这已经不是假的了所以这些人就是小骂大骂 吴建民肯定是特务 没什么说的 关于魏金生他们哈你看他们都不提 熊颜这个 教会的身份 他们不提 为什么不提呢 因为一提就把整个 搞民运的 搞垮 整个他们所谓搞民运的就把共产党的 把共产党的 呃 潜伏在美国的整个 几乎要搞垮 所以说孰领征战在哪里在我们在教会 在教会 和他们的政治关系没有关系 他们所搞的只要没有孰领征战的哈 他们所搞的最后都是一场空 都是一场空 属领征战 这是个属领征战 你看这个戈壁东写的一个文章 他就是说是 中共背后有重大邪灵 就是 也就是 就是他们的就是 背后就是撒旦 这是撒旦 这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撒旦他一定要搞教会 他一定要想来控制教会 知道吧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抵挡撒旦的进攻 这是个属灵征战 这是个属灵征战 如果我们赢不了的话 那就是中华人 我说的华人最终是非常凄惨 华人信耶稣的人是非常之少的 大部分 绝大部分下帝 毫无疑问 所以说我们的任务都比较 但是我们也希望 看了我节目的人呢 在你历所能及的情况下 慢慢传播 慢慢传播 我相信 不会大规模的 特别是这些五毛基督徒不会骂熊言的 都是 过后我给你们显示证据 就是像苏小和呀也没骂 张伯利在他节目里也还没开始骂 这就过去三天了 傅希秋也没有骂 对吧 王志勇也没有骂熊言 知道吧 张伯利只是在哪里 主要还是在那个 北明的下面顶了一下 北明是李德 顶了他一下 顶了一下 去骂了一下熊言 他自己的推里面 应该没有 我不想再去看了 自己发个独立推没有 而且他的节目里面 YouTube里面 油管里面我没有看见 苏小和也没有看见 当然最主要的教会卧底 骂天骂地 谁都骂的那个 任不媚 没有骂熊言 没有骂熊言 因为他们 骂熊言 不是党的任务 支持熊言才是党的任务 所以他们不会骂熊言的 你们自己看 我过会给你们显示证据 我现在 找那个叫成什么群 还有就是吕金花 也是 也是 加入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他也是基督徒吕金花 还有赵长青 我给你们找到 看能不能找到 实在找不到就算了 因为 太多信息了啊 我一下 又想的 又说的太多 就不行 可能就不行 吕金花 赵长青 都 吕金花 至少是参加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赵长青 肯定是党派过来的任务 弟兄姊妹们 这是非常清楚 还有就是他和张宁 也是基督徒 还有叫 王庆宁 也是基督徒 你们去看他们的发言就知道了 你们 终会看得出来 他们 小骂他们 他们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 他们不骂熊言 也不好意思 骂的太厉害了 党又不高兴 没找到 那我们 再在其他地方 难道他们骂一个 就过来叫做 成什么群 那个我当时在推特上就是我感到莫名其妙 这些人我都没有来联系 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就拉开我们 最主要就是中国民主党 后来原来才知道就是戈壁东的这个 戈壁东 整个 党 引进了基督教 异端邪书 引进了党 就是 就是共产党建的 毫无疑问 我想戈壁东他知道的更多 当然由于安全考虑他不见得说 还有我希望他能继续看我的节目或者把我以前的节目全部看 或者关键的东西 我的关键的节目就是在我的 首页 就是我的频道里边的 简介 就是1234 去年都已经写好了 所以 国一中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证实 就让共识远之民为 中国共产党工作 林刚掌老师国安证实 所谓民意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假教会冒充基督证实 就是利用的这个 中国民主 非常之清楚 非常之清楚 我们再看看熊眼的 我看有没有 今天呢 可能我做的比较快 我主要是想看看那个 那几个小骂的赵长青 赵长青在哪里去了 啊 这些人 你是骂 陈建刚 哪个人啊 赵 赵长青 是赵长青 这个陆东 这个是支持远之明的 强求远之明的 又出来骂 他又来你看 这些又来骂 那个的 他不会骂远之明的 因为他是他们的同学 他也是见顶 小骂什么操作 哎哪里去了 嗨弟兄姊妹们 我有点找不到了哈 你们自己看他肯定是有的 比如像赵长青啊 中国民主党啊 他们都是中国民主党 还有我那天说的那个赵熙啊 都是哈 因为今天我说的有点比较着急 小孩有点闹啊 我就不讲了哈 最后 我感谢戈录的描远之明的 我感谢 感谢一下李洪宽 李洪宽呢 在他的节目里 也点了我的节目 然后他允许我在他的 评论下 发言啊 这些就是说圣经说的好 不是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只要他不抵挡我们 就是帮助我们的 李洪宽他不是基督徒 我不对他 那个好他 他 至少你看 他没有封杀我 看没有 没想到 李洪宽在他的后边的 这有个节目里面 在 点开了我的这个节目 对 就是点开了我这个 看没有 他点开了我这个节目 我让他多看一点 他说他 会看 一定会看的 一定会看 我说谢谢 谢谢李洪宽 就主要是 写戈壁东 戈壁东的揭露 我希望戈壁东 能看我的节目 然后在他的周围的朋友 就是揭露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只有了解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才能全面的了解 这个这一帮 假冒 律师 假冒律师 这假牧师教会卧底 的所作所为 就是袁志明啊 张伯利啊 熊岩啊 这些 袁志明早就暴露了 早就暴露了 就是 我们现在过后要看 我到时候要看 丰崇德 或者财林的发言 因为丰崇德他已经知道 袁志明 是投工的 因为他当时转过我的那个推 就是 袁志明给江泽民写信的那个推 给江泽民写信的那个推 那个那个视频啊 所以说我们要看 丰崇德怎么评价 熊岩 或者财林怎么评价 熊岩 所以说我的 警部会接着做他 因为现在透露的资料太多了 我一下 消化不过来 首先我就 感谢戈壁东 戈壁东 也为他祷告吧 因为他的身体 还有他的 这个状态都不太好 因为他说他躲过了暗杀 啊 弟兄姊妹们哈 我们再来给你看一下 就是 网上的 你 苏小和 苏 苏小和 你们看他的节目 你看 他没有骂兄弟 看见 这个因为党还没给他们任务嘛 看见 啊 苏小和 你看 好然后再给你看 张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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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天说地 你看 在他节目里面有没有 没有 看没有 你看还在和那个王志勇啊 这是都是基督教会都是为党工作的 你看 没有骂熊岩对吧 然后 呃还有一个 傅希秋肯定没有了 因为我收关键字都没有收到傅希秋 当然 也给你们看一下 呃这个都不是都党没有 骂熊岩不是党的任务 骂熊岩不是 呃党的任务啊 所以说波伯父 波伯父 所以说他们不会骂熊岩的 觉得小骂大妈啊没有 你看他没有他自己没有啊 你看 也是一样的啊跟吴建明 引用的吴建明 祈祷熊岩牧师不辜负上帝 看到他没有骂啊 他没有这个吴建明是他同伙 这你也看得出来是他同伙 这已经已经就完全就是和共产党合作了 还要其他人不辜负上帝知道吧 这些都是小骂大霸王 然后还有就是我说的任不媚 任不媚 这个烂人啊 这个烂人啊 就是福春林 1989 因为任不媚 任不媚 任不媚拼命向进行他们那个教会卧底的高层里面去闷你他 6分钟 看没有 啊 没有啊 至少我没有看见那个熊岩他没有啊 所以这个妈熊岩不是这些五毛基督徒不是教会卧底的任务 所以说他们最多小骂大霸王 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 啊 再见